一台計程車才剛經過 到前方路口停等紅燈 一大片磁磚 就從十層樓高的距離砸了下來 計程車的車頂被敲出好幾個洞 上面整個都是磁磚 然後我看我想說奇怪 怎麼有玻璃的聲音 就剛好我也看到 我的走道也是有碎玻璃 磁磚噴的到處都是 路過的機車騎士繞路通行 後方的白色休旅車也不敢亂動 三十一號上午十一点多 台中精明商圈附近 這棟屋林三十二年的大樓 大片磁磚從天而降 砸到車 樓頂清晰可見 剝落痕跡 人來人往的商圈路旁 發生磁磚掉落地面的情況 嚇壞不少用路人 我會覺得很可怕 因為不知道他哪時候會掉下來 太可怕了 盡量以後不要走外面 會選擇改走移動 對 比較安全 到底是因為前幾天下雨的關係 還是大樓年久失修 造成磁磚從天而降 這年也下跌了 還花七十幾萬塊 這次是新的地方嗎 沒有啦 大樓管理員說之前就修過牆面 這一次不知道是因為前幾天下雨 還是大樓太過老舊 又發生磁磚掉落 還好只有砸到車沒有砸到人 只是大樓就位在人潮多 車也多的商圈 如果沒有徹底修繕 難保如果又發生磁磚掉落 不會害人受傷 華視新聞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